格式 那再来我们要怎么样产生我们最后的这个公式 那公式部分的话呢 按照这个其实一般的规则 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 你自己的那个存款金额 那再乘上什么 乘上因为你的年的部分 年的部分就是会因为年 那因为是复利计算 所以是几次方 几次方 就是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两年的话就是把两个 两年之间互相乘 三年的话互相乘 那也就是说呢 这地方公式 我们第一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自己本金 存款金的部分的话 再加在乘上什么呢 乘上刮幅 先把一 一就自己本身 再加上我的利率 利率部分的话呢 在这里利率 然后呢 在后刮幅 那 因为复利计算 所以呢 我们是几次方 几次方特别重要是 SHIP加上6 这个符号 几次方呢 是上面这个 会因为几年 会相乘 相乘的话呢 那就是几次方 那几次方记得是 SHIP加上6这个符号 那接下来按打勾之后呢 我们就算出来 如果一年之后的话 你的利息就是750块 那往下填满 你会发现呢 有些地方如果你没锁定 一定是错误嘛 那哪些部分要锁定 特别注意就是说 B1一定要锁 为什么 一定不会跑的 这跑不掉的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有哪一些呢 那习惯上呢 如果说我这边 假如要锁定呢 以前都应该会习惯说 比如说A4的部分 一定要锁定 固定下来 然后呢B3要锁定 可是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A4跟B3 如果你把它锁定下来的 应该向下填满的话 那理论上 A4部分应该不能锁定 但是B3要锁定 所以这里 把这个地方 再把它取消掉 F4再按三下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把B3锁定 A4不锁定的话呢 按打勾一下 当然你现在直接往下填满 应该是OK的 为什么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可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 一般大家想说 做完一次之后 20年嘛 对不对 那你总不可能 每一年都做一次 最好是怎么样呢 可以往右填满 然后这样拉过去20年 全部一气呵成 那当然就好 可是我们先拉一年看看 你会发现呢 拉过来 错了 为什么呢 特别注意 因为你拉过来之后 你没有锁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 B3还是锁了 有没有 他还是在B3 对吗 不对啊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B4 应该是A4 怎么变B4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格子里面动手脚 哪部分呢 特别注意 因为呢 我的缆 A缆一定是不变的 我的列 三列是一定不变的 对不对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公式记下来 如果将来你的 你的标题是在A缆 你的上标题是在三列的话 那你只要有个技巧 说你只要看到 因为B1一定会锁 前后都锁 因为这个位置一定固定的 如果是A缆 请你去把A缆锁起来就好了 A缆就加一个$符号 然后三列的话呢 你就B缆不要锁 锁三列就好了 就是说呢 如果你有两个参数 对不对 你就 你看哪一栏 你就是把那一栏锁起来 看哪一列就把那一列锁起来 这个时候接下来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我向下填满 没有问题 那向右填满 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先填一年看看 你会发现呢 没有问题 有没有 这个